台米颱风在下午2点已经增强为中台 气象鼠预估周二它的路径会开始转西北 以中台上线朝东北角路地接近 周三上半天 暴风圈就会有机会接触到本岛路地 而气象鼠最快将会在今天的夜间 到明天清晨发布海景 也不排除在明天下午发布路径 气象粉砖更市井 台米颱风有过半的几率 登陆台北基隆跟宜兰 要特别留意至少两天半的强烈雨时 凯米颱风来势汹汹 首当其冲的东部外海风浪在周一下午 已经逐渐增大 随着海温及大气条件配合 凯米颱风周一下午已经增强为中台 未来持续朝北北西方向 接近台湾东南方近海 预估在周二开始转西北方向 朝东北角路地来接近 预估在周三上半天 暴风圈就有机会接触本岛路地 气象署最快在周一夜间到周二清晨 发布海警 预估周二下午不排除发布路径 今天晚间海上警报区的话 应该会先从东北部东南部 这边的海面先开始 最接近的时间点大概是在 24号的下午 一直到25号的上半天 以距离上来说的话 它在通过台湾的这段时间 其实速度上是略有放慢的状态 凯米颱风步步逼近 周二就会开始变天 北部东半部风雨增加 周三周四则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尤其在中部北部 宜兰跟马祖将有明显的强风好雨 虽然周五台风远离 但受到偏南风带来的水气 中南部也要盛放好雨 放台风下的部分 标准来讲的话有风跟雨 桃园 以北跟宜兰 有可能会在它十级风圈的影响范围 暴风半径还会在变大 到台东 以北 云林 彰化 以北 也很有可能是会在 它的七级暴风圈的一个范围 气象署也强调各地区 是否达到放台风架的标准 得是台风路径走向评估 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 更预测凯米台风登陆台北 基隆 宜兰的几率过半 提醒民众注意至少两天半的 猛烈雨势将会非常可观 前现象局局长正名点更直呼 凯米台风将有很好的增强空间 防台准备真的不容轻忽 这是综合报道